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原本是想强推送中条例给北京送一份大礼 没想到却在习近平生日的当天不得不宣布暂缓修订 6月15日下午3点 林郑召开记者会宣布了这个决定 但仅仅是暂缓修订 而不是撤回 反对送中的大游行组织方 林郑 少岛全表示 不接受暂缓 一天不撤回修法就会持续反对 明天的大游行照旧举行 在强大的民意之下 港府被迫出现了重大逆转 暂时退却 与此同时有中共背景的超讯杂志 罕见发文 表示香港事件已经成为了国际事件 建议北京下猛药止损 换特首不该犹豫 另外有消息说 中共副总理 港澳工作小组组长韩正 已经南下到深圳去亲自坐镇 评估事态发展 林郑现在的这个境地是非常尴尬 可能面临着引咎辞职 不过外界认为林郑的窘境正好反映着北京的困境 在习近平外访之际 韩正会见了港澳办和中联办的官员 苹果日报表示 北京充分意识到了香港正在面临着一场空前危机 报道引述消息说 为了平息事件 北京当局把这次事件 是定性为外国势力介入 修例是特区政府自行提出的 与此同时 香港关于林郑的负面消息突然间多了起来 超讯就直接指林郑让香港陷入了万事难复的境地 给中央是天乱天难 文章说 林郑唱的这出戏极有可能绑架了中央政府 并且还引述学者的建议 建议北京来一个顺水推舟 从整体战略考虑 重新布局香港 文章说 一 这么做是借小额的向上人头一用 二 送中条例是有为基本法 三是 明年实现普选 一人一票选特首 用一国两制统一台湾 文章说 这三帖要是下去 那一定零 但是要在G20之前把这三项都做完 这样 习近平在G20会议期间 跟川普见面握手的时候 才不会自碍三分 就是说 北京有一种担心 说不定这个香港事件就会成为一个导火索 被G20给踢出来 这就像当年俄罗斯被G8集团给开除一样 也被G20开除 那如果真的混到这个地步 那就真的可能只剩北京和俄罗斯 这么两个人玩了 一系列的消息显示 林郑很有可能要成为一个替死鬼 成为替罪羊 为中共扛下所有的罪责 被千夫所指 估计林郑也看到了这种情势 所以在会见记者的时候 他是以失败者的姿态出现的 他身穿素色的白衣 无可奈何地向全世界宣告 暂缓审议 引起香港社会动荡的送中条例 他承认 上周日游行后的午夜 还有周三军中一带的示威活动出现了严重冲突 造成了多人受伤 也承认工作上有不足 导致香港出现很大的矛盾和纷争 表示会改进 苹果日报表示 林郑是脸色阴沉 一副丧家犬之样 不知中共巨头们看见会做何感想 但是林郑仍然强调 现阶段不可能撤回法案 她回答BBC记者提问时表示 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 是遵从宪法和基本法施政 不会有任何违法事情 她还重申 周三发生在金钟的这个冲突 警方的处理属于警部处的责任 不过她赞同暴动的说法 也拒不向那些示威受伤的民众道歉 林郑的这段话很有深意 她点出了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一个实质关系 二是 自己就是在执行北京的旨意 我们看这就是不想替中共背锅 而且她说对警民冲突的处理是警部处的责任 同样是一个甩锅动作 大家知道警部处处长卢伟聪已经承认了 向民众发射了催泪弹橡胶子弹和布袋弹 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后 这是警察第一次向香港人开枪 警察的暴力 港府的暴力已经震惊了整个世界 港府的暴力震惊了整个世界 美国 英国 欧盟 台湾等等都表达了关切 美国国会还推出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要求政府每年都要评估香港的人权自由状况 制裁那些侵权的官员 那不仅有世界的关注 不仅有世界的压力 明天香港市民很可能还会如期举行游行 民阵赵记忍曾子杰表示 汲取了上周103万人参与游行的经验 16号的全港大游行增加两个起步点 除了维多利亚原来的那个公园之外 西环的中山纪念公园 还有中环的爱丁堡广场 同样都作为起点 这样便于市民更容易加入到游行队伍当中 曾子杰指出 这次游行有三大诉求 一个是要求港府撤回修例 二一个是谴责警方使用暴力对待示威者 第三就是要求林郑下台 林郑下台这个要求很可能会成为现实 但很可能也是林郑最不好受的 大家知道当初林郑为了出任香港发展局的局长 她主动放弃了英国的国籍 那难道这仅仅像她所说的 是要为香港人民服务吗 不尽然 可能像她的前任梁振英是一样的 瞄准了更高一级的中共官职 那如果这个时候引咎下台的话 一切都泡汤了 整个就是鸡飞蛋打 林郑当然不甘心 所以必须给那些抗议的民众扣一顶暴动的帽子 那这么做就是给后面留伏笔了 如果林郑没有下台的话 那么可能就会升级对民众抗议的镇压 另外这也是在给将来秋后算账 留预设 大家知道不论是林郑也好 还是她的接任者也好 都可能会在某一天 对参与抗议的这些民众算总账 大家知道对雨伞运动的处理 那就是这样 梁振英当时也是只是镇压了和平抗议的民众 然后呢 由她的继任者就是林郑 把战中三子还有黄之锋等人都给送进了监狱 那林郑现在这个说法不能不让人担心 中共很可能就是等人们的怒火渐渐平息之后 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单独揪出来清算 我们从林郑这个很坚决的说法来看 面对强大的民意 她还仍然在表示不可能撤回 这就更说明 她就是在执行中共高层的命令 但是她不可能直说 有记者问她 说中央在这件事上扮演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 她说不能透露自己跟谁见面 但是她说北京知情也一向理解与支持 她还表示自己需要对中共当局负责 也需要对香港人民负责 那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对香港人民负责 只不过就是林郑的一个幌子而已 对北京当局负责 这个才是真的 大家看她下令对民众开枪 释放催泪瓦斯的那股劲 那更像是中共的官员向主子在卖力效忠 其实林郑就是不说外界也一样清楚 大纪元早前曾经引述接近中联办的消息人士报道说 逃犯条例并不是港府主动提出来的 而是中共给林郑下的政治任务 消息人士披露 中联办在内部传达的时候 点明了四点要求 要港府强行闯关 一个是针对美国对华政策改变而采取的措施 二一个就是针对敌对势力和敏感组织和团体 三一个就是逼走香港的那些死硬的反共人士 第四就是威胁民主的任何路线 我们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显然这个林郑是办事不力 没有完成北京下达的政治任务 而且把事态搞得越来越大了 明天还有全港大游行 后天可能还要出现全港的罢工罢课罢失 另外外界也的确注意到 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 近几天像港澳办中联办等等 都没有发声来挺这个林郑和港府 而且亲共的建制派内部还出现了分裂 新民党主席列流淑仪仍然坚持通过修例 他认为暂缓或者是搁置就等同是撤回了 列流淑仪这是铁杆支持林郑的 或者说铁杆支持中共的 不过建制派当中倒戈的也不少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时政原转立法会议员田北辰 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 还有重要的成员汤家华大律师 都表示支持暂缓革制 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还指出 如果强行通过修订 就算是不出现暴动 或者半年内都没有不合理移交个案 但是在港人的心中 这已经留下了一根刺 建制派议员突然变口风 态度软化 《苹果日报》认为 这是给暂缓做铺垫 目的就是给林郑留点颜面 那对于建制派的软化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认为 这只不过就是一个缓兵之计 他说等到G20川习会之后 香港民众的抗议声减少了的时候 北京不会在华盛顿面前 再丢面子的时候 条例就会卷土重来 那个时候修例的刀 只会更大更锋利 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表示 港人不接受暂缓条例 林郑当局应当负责任的撤回修例的方案 显然暂缓不能让香港人放心 民主派议员涂景深指出 港府跟中共之间一直都有计划 希望达成长期移交的协议 但是至今没有成事 他认为这是因为两地的价值 和人权的标准不同 所以签不了 香港前总督彭定康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 他认为引渡法 就是香港和大陆之间一道防火墙 如果通过逃犯条例了 那么香港的自治权和法治 什么都没有了 跟大陆其他城市没有区别 本来是想在北京六六顺受之际 给北京献上一份讨好的后礼 可是林郑没料到 弄了一个投机不成反十一把米 有网民嘲讽 小心北京一怒之下把你送中 香港理工大学助理教授钟建华认为 林郑已经失去了民心 未来三年执政可能会十分的困难 钟建华认为 林郑有可能会按照董建华的那个模式 找理由提前下台 那这样的结果 对北京而言是不寻常的 中共要打破防火墙 把香港纳入到集权统治的这个努力 在民意面前明显受挫了 纽约时报引述 地缘政治风险咨询公司 克林普顿集团 中国问题主任布兰切特的观点指出 这会打破北京已经树立起 并且正在巩固的权威的强硬形象 放弃这个法案 他们认为就会给其他的议题 释放强烈的信号 中共会屈服于公众压力 那这个信号显然就不是北京想要的 中共曾经一步步做足了准备 像什么背弃香港主权移交前的那些承诺 包括直选特首 直选议员 还有耻多雨伞运动后的 那些年轻一代当选的议员的资格 还有让铜锣湾书店的五个人都神秘失踪 还有逼迫两名香港的青年在德国 申请了政治难民等等 这一切中共所做的这一切 在香港强大的民意之下都失去了效力 香港的年轻一代在反送中这件事当中 没有表现出任何惧怕中共的意思 北京一步步压缩香港自由空间 遭遇到了民意的巨大反弹 这不仅影响到特区政府的管制 也影响到了北京的颜面 这个是北京始料危机的 也在威胁着中共的极权统治 那如果继续强推恶法 很难预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石来周刊表示 反送中运动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 最大规模的一次民众上街抗议行动 而且是在为国际社会的整体人权而抗争 香港是站在了全球自由保卫战的一个前线 资深媒体人常平在德国之声撰文指出 当年让东德人民获得自由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那堵柏林墙的倒塌 而是东德共产专制的政权倒塌了 他说只有解体中共的体制 大陆和香港人民 才可能和西方国家一道获得真正的自由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